瑟絲想問6098 前一兩天都炒過上來 它是31元買的 還有沒有水位呢 這一類物館股 我覺得都可能短期裏面追一下落後 那6098當然本身的基本面就不差 但是之前都不斷說 為什麼你說好像這幾個月都要急跌呢 就是說它媽媽 就是碧桂園那邊 之前大家都怕它那個財務的問題 會不會有部分一些可能表愛債那些 未必可以是足夠有錢還 所以可能到最後就是媽媽那邊 一來就可能沽著迫伏 二來就可能在業務上面就要迫伏 可能是用某些途徑 就可能輸送一些資金給媽媽 大家就是比較關注所有企業管治那個問題 或者這些關聯交易那個問題 所以這些因素就令到 這一類物館股估值就大幅這樣調低了 如果你說兩三年前物館股那個估值 特別這些龍頭呢 是說去到40倍以上的便宜 但是現在你說跌到下來呢 已經剩下20倍左右 所以你說短期裏面去追上一點點上來呢 不出奇 但是說到最後 接下來內房債怎樣去處理呢 或者是碧桂原本身沒有公司的邊 究竟會不會一些什麼違約的問題會出現呢 那這方面對於這一類物館股呢 我覺得都是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我暫時覺得如果你說短期要看呢 都不要說太盡取住了 那上面都是你預望35元 那36元呢 那我覺得都應該差不多 是 那些人是說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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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說不定的